超壯觀 旁邊這邊 下面全部都是木材建造的 這才是牛肉啊 大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大阪的第五間 那今天要去比較遠的清水寺 今天我們使用的是金板電車椅圈 從電污站達到福建道河站 車程約一個多小時 我們要先去看超壯觀的千本鳥均 我們到了 我們看好像太早到了 現在八點半 現在店都還沒開 然後這個商店街空空的 進整色洗乾淨 我們要先去看 這個點不可以 你們就要再 mob一樣 據說全日本的神社中 盜河神社是數量最多的 全國總數約有3萬座 其中又以眼前的福建稻荷大社為總本宮 裡面主要寄奉的是稻荷大神 而神社的總面積約26萬坪 社域非常廣 山中以神祠、獄種、鳥居所組成 可以說是涵蓋了整個稻荷山 說到福建稻荷大社的另外一個特色 絕對是著名的千本鳥居 這些鳥居自從江戶時期是信眾啟願或還願而陸續建造的 至今已有幾萬座大小不一的鳥居 連綿著參拜道路靈力非常壯觀 根本是鳥居隧道 好久 後段都沒人了 所以大家可以在後面這邊拍照 不用擠在前面 前面真的太多人 哦 這邊還有 哦 這邊還有 我的繪馬 狐狸繪馬 看 確定狐狸長這樣 這可是什麼 這可是什麼戰士 還好不然 賣畫 本來是 吃吃看 普通 難怪沒什麼人 它醬油只有凸一邊 有點像那個 中秋烤肉 烤那個饅頭 饅頭 饅頭跟麻糬那種 好 這邊就是清水寺 我們等一下走上去 聽說蠻遠的 這個坡也是很累 聽說另外一邊是樓梯 那我們是 逆著走上去 就是先走 這個斜坡 然後等一下 繞過去的話 就會變成下坡的樓梯 就會比較好走 我們應該快到了 在九尾方園 好 這邊好像是這邊那個 他們說裡面會全黑的那個 有四個 對啊 這是讓你好像 從胎內出來的感覺 它好像是說 你要去找這個字 去找這個範文 然後 你就會感覺 就是 重回光明 的感覺 新生 聽說裡面是全黑的 現在這邊就是有在排隊 想要體驗 這裡要買門票 看到一個檀香的味道 然後 它這邊的 這個建築 都是原木 木製的 它整個 屋頂這個建築 都是木造 清水寺呢 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 於西元778年建造 至今已有1200年的歷史 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也是日本的國寶景點 寺院中主要供奉的是 牽手觀音 另外 清水寺除了風景優美之外 本堂前的清水舞台也特別出名 它是用139根巨大的橘木 在懸崖邊所支撐起來的平台 沒有使用過任何一根釘子 真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工法 這邊 超高的 超壯觀 旁邊這邊 下面全部都是木材建造 它沒有用鋼 就是鋼筋碎的 卻可以支撐得住 我覺得 超美的 而且超美的 分別 arrivé 我們今天 我們兒子 1個 分享 麵 我現在走完一圈清水寺了 然後走下來這邊兩側都有商店街 買一些伴手禮 好多人 阿倫來這邊吃海洋瓜的 大家幹嘛吃海洋瓜 有柚子的味道 有點鹹鹹的 牛肉麵會吃的那個 對啊 可是這牠們有這個小菜的話 我不會賣 真的嗎 這邊真的是很多一些傳統的美食 跟新的東西都有 點的是一隻抹茶跟香草的綜合餅 然後這個是抹茶泡沫 滿滿的抹茶耶 好吃嗎 很棒 拿太多根了吧 接著我們沿著階梯往下走 這邊是著名的二年版三年版 日文的版就是指斜坡的意思 是早期人們要去清水寺參拜的道路之一 這邊有眾多的伴手禮店與小吃美食 搭配著傳統的街道與建築物 每轉個彎下個斜坡都有不一樣的風景 加上許多體驗穿活服的人 真是濃濃的東京風情啊 超級喜歡 推薦大家可以為這邊多留一點時間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有名的 阿拉比卡咖啡 我們現在要來點 來點登場 到囉 有很特別嗎 就很順 一直過去 因為豆子吧 插在豆子 不錯 我們走完清水寺 然後那邊真的是蠻推薦的 那邊好像是八反神社 也是很有名 我們去看一下八反神社 這座位於京都的八反神社 是3000多座八反神社中的總粉色 至今已有360年歷史 裡面有30多座附屬神社 其中以戀愛、美顏、財運神社最為出名 像是入口這座大谷神社 就是以祈求結緣為名 吸引了許多人來這邊祈求戀愛或婚姻 另外位於神社中間的舞殿 整排紫燈籠非常壯寬 超適合拍照 這裡時常舉辦婚禮、舞技、節慶活動等 當天我們也很幸運的遇到了傳統的婚禮儀式 這是戀愛圈 就是戀愛圈 拍車 戀愛圈或200AM 一樣這邊也是很多的獄手 販售 我們要去 Funky Rabbit 這邊的限定店 這裡什麼都有 就是潮流的咖啡廳 還有美食 那它的寺院跟神社 其實都算蠻大的 這可以走一整天 接著我們來到了花劍小路 這是一條保留了京都風貌的著名街道 兩側使用竹梨紅牆的各式茶屋高級料亭 至今許多店家人有五季一季 陪酒歡宴的習慣 也有機會在路上巧遇一季的身影哦 讓整條街充滿了濃郁的花街味道 真的是體驗京都文化的必訪景點 這種小道 旁邊這種小街道 超級有味道 超帥 滿滿的日本味 現在走著走著來到了鴨川 哇哦 這邊那個太扯了 在這邊的岸邊就有很多這種餐廳 就是可以坐在岸邊看這個河 這邊真的是滿悠閒的 河上 nailed 來 海邊 海底 海邊 海位 好,我們要先去一間晚上有預約的燒烤 去看一下有沒有位置 因為現在時間還有剩 就想說早點吃的話 就可以早點回去 所以就去問看看 這個名字可以嗎? 初次的餐 這裡 對 對 可以喔 可以 我現在吃對點飯一起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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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讚了 晚餐呢 我們預訂的是這家有名的和牛燒肉店 紅燒肉 我們四人點了一個牛肉拼盤 還有牛舌、牛五花和兩半生牛肉 店員上餐時會細心的說明 每一種肉品有不同的沾醬與吃法 也推薦大家可以另外加點生菜搭配吃 這樣可以少一點油膩多一種風味 這家店是以牛肉出名 話說肉肉的品質真的很不錯 加上店內環境舒適也不太會有油煙感 真的無論是肉質、環境和服務都很不賴 整體相當滿意 很適合當晚餐的選擇之一 不過建議要事先上網定位喔 不然可能現場會沒有位子 推薦給要來京都旅遊的大家 你吃什麼? 生牛肉 滿像鵝 滿像烏龍麵 你確定這樣有對嗎? 好嗎? 餅長 這裡一直沒吃過這種肉 這才是你的肉 這才是你的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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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吃飽了 那間店蠻推的 我們剛剛吃起來一個人 他八百多 不以為會破千 那大家如果有來這邊的話 也可以去吃 不過要先預約 不然可能就是會吃不到 因為會很多人 OK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了 那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是Alone 他是Kony 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